大家好,我是30歲以上的社工,我是阿仲 首先我剛才提到一些守法的問題 我認同剛才蔣其通說 這次這件事其實很簡單 但是因為陳婉嫻的業作變成了政治化 我講一下我的感受 或者我猜我是個人社工的業作 首先我看到這件事 以一個市民的角度去看 就是為什麼要利用一個小朋友呢? 大家說要保護小朋友吧? 保護他吧 但是為什麼要這麼高調 將他的東西披露出來呢? 為什麼要利用他呢? 這是我的想法 如果是一個Android的社工去幫他 大家想一想 你們會不會這麼高調開一個記者招待會來幫他呢? 會不會這樣去炒作呢? 如果我是水幹的社工 我不會是這麼高調給他上一件事 給他接受訪問 然後就告訴他他是這樣的情況 我覺得不會是這麼做的 你不會像陳婉嫻這樣做的 我想問你如果你是他的社工 你會不會找一間學校給他讀書 或者譬如協助他和入境處講 要求譬如他家裏這樣的情況 可不可以讓他留在香港 或者你不是說後來給他讀書 我們不要討論陳婉嫻 我們討論如果你是社工 你是這樣的做法 你不會這麼高調 我想問你低調上 會不會因為如果你本身不太喜歡大陸人的社工 你其實就說這些不關我的事了 對不起你非法我幫不了你 我不會幫你搞任何 又或者你協助他 去將他的訴求表達 你不是決定他的命令 但是你會不會再做多一步 再做多一步牽涉到究竟你怎麼分析 你的處境 你怎麼看的 我想看如果你是懷仔的社工的時候 譬如因為有另一種觀點我想提 就是因為很多人就說 我們做社工是不是要核實那個人的東西 如果我不是做IFSC的時候 我不需要核實的時候 會不會我是另一類的社工的時候 我好像是協助當事人表達他的想法 但他的決定權呢 因為我不是一個搜集者來的 變成我們做社工的角色 是不是要搞清楚所有東西 我們才去做呢 那並怎樣 我覺得這裡落到一個 我們做社工的時候 我經常想說就是 背後會不會有一些我們的想法 其實是影響我們怎樣去處理 即是在中港矛盾底下 我很想知道究竟 現在我們做社工這一行呢 其實我們會不會受這種中港矛盾影響 令到我們 剛才好像那位社會處的同工會講 其實衝擊一下真是好 因為現在呼不出氣 背後是一種這樣的想法的時候 究竟所謂 我們現在今天做社工所 我維持著那些價值觀 我正在上班那些反應的價值觀 和我現實上 我讀社工的時候的價值觀 其實是否有一個衝突和矛盾呢 這個就是很想看的 正正剛才講到 如果我是懷仔來找我幫忙 我一定不會像陳彥坦這樣 這字味太重了 一定是會…我會幫他的 但問題是首先都講講 社工以外的身份 因為當然作為一個市民 或者作為一個爸爸的身份 也都住在團門 所以我老實講 或多或少都會被 那個中國人的身份 影響到我對他們的看法 那我住團門 大哥我兒子今天有請 今年有請小一 所以其實有很多的感受 在這方面 但問題是 剛才都提到就是 法律的界線 那如果他是幫我的時候 我知道他是一個三非的兒童 我很老實講 我是會幫他去爭取回 他的教育的權利 兒童的國家 我覺得 一個兒童權利 公約大家都有講過 他有基本的權利 包括教育 但問題是 我受…我會被我自己 這場生活的… 遇到的東西 可能影響到 我不會去跟他爭取回 居留在香港 但我會爭取回 因為不是我決定 你剛才提到 究竟他需不需要掩反呢 在我隔壁 暗卡打 暗卡就是三非 我當然覺得你回上去 但你找我幫忙 我不是決定 你需不需要回上去 所以我會做回我的責任 就是你 知道需不需要回上去 但是你在香港的時候 你就要接受這些福利 譬如中中的 你有很多打仗 很多人都走難去另一個國家 其實他們都去另一個國家 都是有得讀書的 是吧 那這些就是不同的 基本的權利 這些我認同的 但是問題是 它是犯法 當然我不知道它是否犯法 但是這樣看 我會覺得是犯法 是不能在那裡居留的 但是調查的東西 留給入警署 入警署調查完 覺得它需要檢犯的 我會覺得是應該的 是的 但我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我也在掙扎的 就是譬如 可能有些個案 這些個案 可能做院 或者做 youth 這些容易會接觸 做 這些個案 犯了犯 你都可能會幫他寫求情信 但是如果懷仔 他要求我寫求情信 或者幫他逗留 我會掙扎 我幫不幫你寫 當然不要管效果 但問題是 你叫我幫你寫信 他要求人家可以留下 我會掙扎 這是我的觀念 好 不緊 很自然 要求懷仔留下 剛才說五百 即是五百 如果留下 政府要調查 即是他覺得 大聲一點 插得好 去賣一點 好 如果政府其實調查過 可能 其實我自己都關心 可能就是 黃仔 他那個照顧 那個權利 剛才讀書那個權利 大家都清楚 不過可能 一個不是很清楚 一個偏見 就是 明白就是犯法 但是香港 或者其他國家 都是有一個 可能是面具這些 叫做 可能 不知道 九十年代 現在說 居留事件 其實都有一相當 無分的小孩子 都是無證而覺 但是 後來是 天主教 教區 曾經是 軍書機 都提到 這些小朋友 其實 他一些登論 有些報紙 跟一些讀者 都說 如果他現在有 担保書 行街時的時候 在調查當中 是否一樣都有 讀書的權利 我想 希望大家清晰 並不是說 現在好像有些 批評的團體 指法犯法 其實可能這個 其中一個法例裡面 但有時候我都會問 其實 有時候我們可能會批評 有些 本土派 又好像將所有事都 炒在一邊來說 但有時候我 同時 如果我用這個角度 其實很老實 其實在 佔中的時候 都有一些 犯法的想法 但是大家 又包容 本土派 但是他在這一刻 打著那個旗路 指法犯法 就是錯了 就是一刀切 但是又沒有看回 那個人事的處理 所以我就問這位同事 如果政府調查過 他 就是壞仔 即現在沒有人知道 要調查 最近很多討論 即很多 揮露了一些事實 不知道大家是否相信 即政府 或者內地政府 很多人都不太相信 內地政府的調查 但他也有 有些觀點 就知道 但如果 的確現在調查過 他可能 給他一個 去照顧 可能對他那個 原地的情況是好的 那我們又怎麼看呢 其實都是可以實事 我覺得有時候都明白 可能在這一刻 社會風氣 由本土派 又阻影 諸言此類 好 OK 黃鴻想說 OK 我說 我說 快點 我覺得 剛才 ISC的同事 都有 現在都沒有掙扎 其實我有時候都會問 其實領得我們的一些社會服務機構 通常都是有不同的需要 其實 若果是有需要的時候 面對一些掙扎 可能是零八個 這一刻 可能都有相當部分 都是一些可能生涯化 一些雙子家庭 但他都是有很多辦法 去掙扎 好 明白 最後 二 再 一刻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